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六的事情 星期日的事情 大家一会儿再说 我晚点 大约整晚发生什么事 才一次过说 总之昨天 星期六来说 就有 就是在 有个人叫毛启泰 在这里说 警察就独裂他 说他们不是搞暴动 什么什么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在屯门里面 已经在屯门公园里面 有大武斗了 他们也在这些 所谓的和平示威 宣布完解散 他们就开始做事 就是说每一次 和平示威都是 帮暴徒去集结的一个方法 我会觉得 当然 上诉委员会 你给他上诉 现在你无啟态 你控制不了你的示威者 去烧国旗 是不是 现在你们那些所谓搞合法示威的人 你们永远都是你搞完示威 然后宣布你解散 他们就开始做事去暴动 所以说 我觉得中共的策略 在9月他不出这样的状态 有他的原因 有他的原因 将来我都很期望 你出蒙面法的时候 可能真的搞到11月尾 出蒙面法的时候 你们才出紧急法 我说不该啦 我觉得很讨厌的嘛 看着又烧国旗 昨天屯门烧完国旗 今天沙田又烧 看一看 连续两天烧国旗 当然啦 烧到画面很闷 没心机说 在昨天来说 你在屯门烧了国旗之后 搞完一大堆东西 跟着去元朗 元朗又大斗发 初初去呦烧炭 后来呦烧炭去回大马路 大马路的时候呢 搞了一整晚 那港铁呢 当然就不会背负 蟑螂保姆之名啦 但是欧人百权 你这个全家产呢 你说所谓的地铁主席 说你这个虚了三千万也好 你最初 你去包庇他们嘛 是不是啊 升米恩 斗米仇嘛 你给了一些恩惠 7月1号 甚至他们拆了立法会之后 你直接便利他们走 欧人百权 岭南那些学生就是你包庇之下咯 你岭南校懂的嘛 你上电视说港铁不见了三千万 那因为你们 你的行为实在太过分了 那现在他们都是暴徒 根本是黏着线的 那你们 有时候警察涌入港铁了 赖到你们那里 接着现在拆港铁 老讽拆港铁 那我觉得真是很厉害啦 今天又去拆青衣啦 是不是 拆了青衣 拆了沙田 看到沙田站又拆了啦 昨天都是老讽的啦 元朗站封了拆不了而已 屯门站拆了封不了而已 但是他们好像又说去太子又搞的 我不知道拆不拆到太子 我觉得 我说到很闷 很厌 当然闷和厌啦 大哥 那些所谓的和平示威 掩护一些暴力 我觉得 香港 有时候在这些 未宣布这样的状态 但是你特别的情况 我觉得上诉委员会 你不应该 再批任何和平示威嘛 如果五六天 你批了 随时变成暴动的嘛 因为那是暴动的方法来的嘛 但是上诉委员会又什么又什么了 接着呢 我有一些镜头呢 我自己有图 但是我不给你看 昨天发生呢 就是说他们大约在屯门里 有 他们有抢枪的活动 我口说 我不知道youtube会不会说我 哎呀太过暴力了 口说也太过暴力了 人家叫黑警死全家 那些berry mom是没事的 萧若元去帮暴徒 又说中国崩溃 中国崩溃 为什么南太平洋的国家 逐个会脱离台湾 这个是雪崩效应呢 是吧 这些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人家南太平洋 窮人逼弱 都看到中国崩起 你萧若元呢 就说中国崩溃 神经病 你这些蟑螂呢 傻的 但是whatever怎么也好 昨天屯门呢 就真实地是 去捉责的时候 有人撲过去抢枪 抢不到 但是想抢了枪想杀人 那些桃花我在手 但是我不敢给出去 因为我又不想 我做节目就白做 我小小港口费 我都想收回一些 我真的说自利是事实 你看到 你给那些画面 一会儿YouTube又说 你这套片废了去武功了 完全不准有收入 那我吃屎吗 那总之 你现在是很严的了 对我们这些 一人家再说两句 我说 背叛了社团团团 接了我的channel 我真的不需要做 你骂我 我贪心 我为我自己的频道生存 没办法了 有另一个镜头 就开心点的 你见到那些 蟑螂呢 他扔汽油弹 扔到自己 就烧着那只蟑螂 我又不敢给大家看 因为 一会儿又说 哎呀太暴力了 什么什么什么 唉 真是严肥 但是 你看到 有时候骂他们蟑螂 都是侮辱蟑螂的 我有时候看一些文章 在大陆 他说 在一些城市 他建了一些蟑螂的一个 养殖墙 那个养殖墙 就像一个大工厂 那样 放了十 可能几亿至十 十亿只蟑螂 那些蟑螂呢 就 替这个城市 消化了很多厨余 跟着那些蟑螂呢 因为培养了很多版物质 可以 拿一部分蟑螂来 去提炼 变成了一些药品 或者什么都好 或者 可以 采取蛋物质 去做很多其他事情 就是蟑螂呢 原来在一些科学化的社会里面 对社会都有用的 但是现在在香港这些人 这些暴徒 黑衣呢 是蟑螂都不如 不过仍然叫他做蟑螂 因为他们只得破坏嘛 你又不可以杀了他 杀了他又说不人权嘛 但是他们对香港市民有什么人权呢 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蟑螂 骂那些大陆人是蟑蟲 什么时候大陆人吃光我们香港的粮食 搞得你没得吃呢 接着那些蟑螂就说 大陆人到处我市很坏的 其实现在都没有啦 即是五六七年前 2012年 可能有些大陆人初初在乡下来 他们有些真是很原始的 那些小孩到处我市 后来都太子啊 旺角地铁站都加了厕所就没有啦 对不对 但是人家到处我市 最多就是叫蟑螂去掃地嘛 但是你这些蟑螂是不是比大陆人啊 比那时候2012年的大陆人啊 你现在到处破坏嘛 你破坏了地铁站 你把那些蟑螂去垃圾 我们出一集 为什么不掃地铁呢 又看不到那集的画面 地铁叫我们照过 听到嘟声你就照过啦 它没有了画面 我就去第二个集机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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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那些画面啊 现在那个市场不会破坏城市嘛 当你们说建制派是卖香港的时候 你们现在又哪一份爱过香港呢? 你执曱甴 你执暴徒 乞业 你爱香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嘛 对不对? 老实实,如果你爱香港 你弄坏了香港,说是揽炒 你当初你不要骂大陆人是蝗虫 骂大陆人是随家家,拉屎啦 你们的行为更加野蛮 更加不文明啦 而且近这几年我没听过大陆人是周家拉屎 老实实 你说七年前 有个小孩没人姓 在乡下来,第一次来香港 没人姓周家拉屎 可能六七年前,中国人的文化真的不够 2015、2016左右,开始有支付宝、微信支付 人家真的...人家的购物的文明都比你高 人家快速地已经超越了你香港 你这些盲目 你连香港的乡字都不懂写 写了光伏千日港 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神秘 为什么这些盲目 连香港的乡字都不懂写啊 你们是什么文明的人来的啊 大佬,野蛮 痴妈根 发神经 这些又没骂得那么闷 但是我觉得最伤心的你这群蟑螂 蟑螂都不如的暴徒 就是打伤了市民 打伤市民那些镜头我又不敢给大家看了 我看到整面血 有三个香港人在无线新闻 从早上我9点起床 然后自己就播到下午 因为下午开始暴动激烈那些旧的镜头就不播了 但是我看到下午1点钟新闻都播出来 如果你有看1点钟的无线新闻 你看到很心寒了 我想有线阿Lao也不敢不播,无线播 你们追打 我们普通的香港人 他叫我是中国人而已 然后那些所谓医护的义工突然突现出来 因为现在他们的暴徒 肥佬黎 CIA 他们指挥之下 要打到那些市民扑街 所以特别请了很多医疗的人 是跟他们一伙的 所以就去挡住那些暴徒去杀人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天 他们这些医疗的人 就走了 你不要说你们医疗是好人 你们都是扑街来的 现在有人看到你们 有些面罩 那些暴动物资 又有鬼佬去 打点 查验 这些不是暴力镜头 对不对 有些外国人去点收 这些暴动物资 给那些暴徒 那怎么办 大哥 大佬 然后又拍到你们暴徒 换衣装 昨天 圆口罩 看见 更cereital 有个人说,我路过,你说什么是狮子啊? 就是狮子的年龙牆 那个人说,我路过,我没有狮子 然后有个人抱着他,无视新闻 就直接录了他说,哎呀,失民意,失民意 就是说,那个劝交的人是暴徒 有个清楚的面目 我希望警方特别留意一下 这个说,失民意这位人兄 最后那个说,那位街坊 他说路过,最后都被人... 他拿了手机,被人去查的时候 都被人尽快打 就是说,现在他们没有能力 他们想杀警察就未必有能力 警察也很克制不杀他们 但是他们对市民的暴力是严重了很多 讲起私人那方面,我要提提 昨天,何温瑶说清极香港行动 他星期五凌晨说他不会撕连龙牆 现实我去了几个地方 我看到连龙牆都被人撕光了 他说有很多... 大陆的人士参与这件事情 就是说呢,我也很直接地说 我怀疑中共已经协调了 数以万计的人 在83个点 都去把连龙牆撕毁了 但有时候连龙牆撕得高 那些去撕的人就没有带梯 爬不到这么高 他们那些很坏的嘛 夜晚带上一条梯 可以撕得很高,那些人撕不了 事实上我看到,我都很满意 撕连龙牆的状况 也我很欣赏何军瑶 何军瑶第一次认 他认就是说我不会撕连龙牆 他是很聪明的 即是说 要做事的人继续做 他说不撕连龙牆 令到那些蟑螂好像松懈了 所以很顺利地撕倒 但是现实他是做得很好 何军瑶,我激节赞赏 最初我听到他说不撕 那我有点失望 我还叫人去参与 但是后来呢 我看到其实每一个区 真实都撕了 所以我也觉得是要 称赞回何军瑶的处理方法 那我这一节 我差不多要做完了 但是我觉得问题 我觉得香港很羞恥 孙中山是一个美国人 你们这帮契弟 秉承了孙中山的位置 但是孙中山的老婆 宋庆龙是共产党员 孙中山死了之后 他和蒋介石全面了 宋美玲做了中华民国的国母 然后宋庆龙投奔了共产党 我不知道孙中山看到你们这些 汉奸走狗 日本人 美国人当年不是中国的敌国 大约 所以呢 美国人 就算孙中山是美国人也好 他不会说 在香港大学的时候 扯日本旗 虽然孙中山和日本都有关 但是现在 美国可以说是 意图要消灭中国的 你们去扯美国旗 在这个香港大学 老实实 我也不妥妥孙中山那套民主理论 我觉得是民主正军 但是又不可以说 全怪他 孙中山是一条盲目而已 是不是 他不知道原来民主这么大祸 你们去做孙中山 要搞革命 要推翻清朝 那个清朝就是 指中共 但是我觉得你们不是做孙中山 你是康熙时代里面做陈近南 我觉得你们 要搞革命 要扯美国旗 就是你们 就说 你们都是想 想 你们是收钱做事 跟著呢 逼中共呢 鎮壓香港 跟著令到香港更多人 受伤害而已 你的目的是这些 我觉得是好 啊,羞恥 很羞恥,你在羞辱你们读的那家大学 香港大学虽然是英国人建立出来 但其实以前呢,香港大学有很多的先言 他们都表达了一个很强烈的外国立场 70年代的保铁运动,各样东西 去到今一代,你们受到外国人,英国佬、美国佬 在他们的势力挑拢之下,你们叫港独 你们不去问回历史 香港,过去二千多年,由秦始皇开始 有多少年是属于中国 现在你们说港独就港独 你们的父母祖先在香港住了多少年? 49年 住到去最近 我当你有...当你...49年前后下来 当你有七十多年,当你们祖孙几代 但如果你说...说回中国这个实体 它拥有香港数以千年的时间 你们只是移民过来的人 在中国其他地方移民过来的人 在中国其他地方移民过来的人 突然间你们用暴力 你说要割据香港 你有什么道理去割据呀? 你是原居民,你说搞港独 你说我文天祥子孙 我住了五百年、六百年 你说搞港独呢 道理好像好听些 你们这些人呢 在香港住了几十年 就算你父母和爺爺爺爺 你们凭什么呀? 我看到昨天被捕的 有个十三岁的少女 是萧国旗被捕 所以你们为何十三岁要仇视中国 要烧中国旗呢? 这些是不是洗脑呢? 今天星期日,有些家长跑去 吵教育署 为何校园要这样被入侵呢? 为何学校要纵容这些人链呢? 你够十八岁吗? 为何要参与这些示威呢? 家长不给,为何学校要纵容呢? 为何不寄过呢? 为何不阻止呢? 香港,小朋友 你这样被肥佬义的美国佬去残害 我们是很心痛的 下一节应该是几个小时后 遲些再谈谈 看看今天,星期日暴动报得如何 不过,唉 唉 其实我说真的,很闷 要看多 几个星期 这些情况 可能会有暂停 就算暂停了 其实我觉得香港也是一个乱象的 如果真的暴动会暂停的话 你预计我 一个星期最多做两集节目 最多是这样 那你不要期望我啊 天天做节目啊 如果没有了动乱之后 好,那么多先啊 下一节再回来的啦 下几个小时后 要是在这边 当天后 这边的答案 有什么呢 你问我